你能想象一块厚达一米 足以抵抗核弹攻击的印度产钢化玻璃 能让眼前这个男人一只手轻松打穿吗 是的 一个小小的玻璃牢房 怎能困住有着恐怖无数家称号的柳龙光呢 真正的强者从不惧怕子弹 狱警一个失神的功夫 柳龙光已经悄无神奇地出现在了他的背后 用手刀轻松地将其砍死 另外一个狱警已经吓破了胆 而柳龙光将送给他在世界上最可怕的死法 那就是死亡而变封 就这样 柳龙光轻松地离开了守卫森严的监狱 而如此可怕的强者 竟然只是前往东京挑战犯马任牙的五个死刑犯之一 一场全世界最顶点的无规则地下高赛 即将在东京大侠 作为这场比赛的绝对主角 任牙却被一群小混混给盯上了 对于不知道天高地用的混混老大来说 任牙仅仅一个眼神 就让他的全身血液凝固 连一根手指都动不了 然而总有的不怕死的 一个会耍流行锤的混混仗着自己有点小技巧 就在任牙面前撒野 殊不知 已经甩着又残影的流行锤 在任牙的眼里犹如慢动作一般 轻易地就能躲开 太慢了 太慢了 对付这群猜疾小混混简直连一滴汗都不用出 可就在最后一个混混掏枪的瞬间 任牙大惊失色 不是因为惧怕子弹 而是混混背后突然出现的神秘男人 斯别克并未回答任牙 而是要来了混混的枪 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下 男人竟然将枪对准了自己的脸 不愧是最凶死刑犯 发现韩兰连自己都不放过 将他号称最强男人的犯麻任牙 斯别克满脸兴奋 遇见任牙伸手之一 希望这个17岁的少年能让自己体验败北的感觉 任牙伸手回礼 却被斯别克吓了一跳 斯别克的话让任牙感到窒息 趁着任牙愣神的功夫 斯别克动手了 任牙就仿佛一个垃圾一样 安在了断手上 被斯别克一脚接着一脚 踩到七孔流血 很快警察赶到了现场 将斯别克逮捕 经过检查那只断手的主人任牙根本就不认识 一切都是斯别克送给任牙的初次见面礼 要不了多久 他们就会在格斗赛上一决胜步 任牙欣然接受挑战 太像了 这种愤怒的感觉让任牙想起了那个男人 哦 所以 这次 这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